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学的 这个时代没有知识 没有一技之长 工作哪儿都不好找 这几天在家好好看看交通规则 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光靠开拖拉筋的那点技术 那哪行 我知道了 就好 喂 志同 你在什么地方呢 我刚从新华书店出来啊 你没去参加越野家长会啊 呦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越野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 每次家长会都非常重要 昨天我还专门打电话嘱咐了你 怎么说罢就罢呢 这事是我错了 你 你在哪儿呢 舅 车来了 我在车上呢 你紧张什么呀 这两天你到底怎么回事 形成不定的 忙些什么呢 那你就别管了 我马上赶过去 赶是没赶 你也不看个表都几点了 会咋散了 喂 喂 你笑什么啊 没什么 舅 你对我真好 应该的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你说 我妈姓于 您姓张 怎么会是我舅呢 是这样的 我跟你妈是当年在南山参加防训工作的时候认识的 我们享受得很投缘 就像兄妹一样 哦 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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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愿 您 好 好 您 我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我就玩一会儿 这也是锻炼脑子的灵活性 对学习有帮助的 别跟我强词多理 你就这么下去 连一般的学校都考不上 你们根本不关心我 就知道忙自己的事业 连家长会都不去开 老师对你们意见可大了 回来了 回来了 要不要帮你啊 不用 马上就好了 你今天在街上跟谁在一起啊 我到书店去买工具书 碰到了个小伙子 在火车上认识的 就跟他聊了起来 他想到城里来打工 不了解这儿的情况 就这事就把月月家长会给忘了 月月不高兴之呢 行 改天我到学校去 跟他们办主任说清楚 啊 你去 强子 你就现在在这儿住下啊 条件艰苦一点 客户一下 舅 你别过意不去 我妈早就跟我说过了 出来打工 条件艰苦点没关系 能这样我已经挺满足你了 生活上有什么事尽管说 千万不要客气啊 来了 你小子每天还挺准时 吃饭了没有 还没呢 正好跟我一块儿回家吃点 不了吧 我一个人吃饭也没意思 算你陪我 吃饭也没吃饭 桑子 你们家几口人啊 除了我 还有我妈妈 那你爸呢 他前一段时间出了车祸 人已经不在了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 吃菜 可是我听人家说 他不是我亲爸爸 那你亲爸呢 我妈跟我说 让我不要听信那些人说的话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 吴师傅 你没成家吗 离了 你没成家吗 前些日子啊 我前妻带人来 把家里面的东西 该搬走的全搬走了 我说呢 这房子怎么这么空啊 早知道现在是这么个结果 我当初费那么大劲干嘛 我不会喝酒 少喝点 一氣 虽然 我不会喝酒 我说就在尋晓链儿 测试 你怎么摇掉好 我跟我很摇曇 笑 大冬 你手机怎么老上线啊 都在罢了 我已经到了 你哪接我啊 我已经到了 然后打扰树子哦 都在罢子上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 我前天去内蒙办点事 正往回赶呢 那我怎么办 你先住我工作室吧 一会儿我把地址发在你手机上 喂 喂 喂 苏勤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怎么样 安定下来了吗 好 只要顺利 我和你爸就放心了 我会告诉你爸的 好 常来电话啊 再见 怎么样 挺好的 老板亲自开车去接着他 住的条件很好 是高档公寓 就在二环边上 生活很方便 让咱们放心 你信吗 他就吹吧 他这是为了让咱们俩踏实 趁他年轻出去闯一闯啊 吃点苦没坏处 你怎么这么晚才放学啊 小舅妈 以后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以后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我该怎么称呼你啊 你 你 我可以是我 叫我李阿姨 老李都行 老李 月月 咱们还和原来一样 你以后有事还可以打电话给我 那我先回去了 小舅妈 不 老李 我先回去了 再见 再见 小董 怎么了 你离婚了 苏琪 人呢 这儿呢 我说宋总 你可算回来了 给我招北京来 就打算让我住这鬼地方 我怎么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这阵怎么了 这阵 多有艺术氛围啊 你得了吧 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 整个就是一仓库 唯一的缺点啊 试乱了点 回头啊 咱俩收拾收拾 今儿晚上啊 你就先凑合一宿 啊 明天啊 我给你弄装新床来 等地面来探亲的时候呢 我保证让你们俩享受享受 算了吧 我们俩刚领完证 有老婆变前妻了 怎么 离了 我说啊 是文离还是武离啊 甭管是文离还是武离 反正都挺伤人的 看来啊 你还是被动离婚呢 伤得不轻吧 我们俩协议离婚啊 这好合好散 都弄得跟仇人似的 有意思吗 哎 行 看来你们俩啊 还真有复婚的可能 没准啊 过一段时间 两个人呢 又想起了彼此的好处 或者呢 在寻求新的生活时啊 肯定啊 会遇到挫折 干脆 不如重温旧梦 没想到 你对这方面 还挺有研究啊 那是 在这方面啊 我完全可以当你的老师 行了 别贫了 你说现在这人都是怎么了 就是苏秦和晓冬吧 本来好好的一对 就这么完了 也许未必 那你的意思是 他们还能再走到一起 我的意思是 人都是有感情的 即使是苏秦错了 那李晓冬为什么不给苏秦 一个弥补的机会呢 夫妻之间呢 更应该多一点宽容跟大度 就是养只猫养只狗 死了走了 还一时过不去呢 别说是人呢 那也要看大度到什么程度 要是原则问题呢 晓冬还怎么大度 那倒也是 妈 小舅妈 不对 是老李又谈恋爱了 那个男人我都亲眼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那个人挺高挺帅 三十多岁 对老李可殷勤了 这一看啊 关系就不一般 我说你一个孩子 这么关心大人的事干什么 我不管 反正我就不愿意他跟别人好 我要发短信告诉舅舅去 不行啊 这是你该管的事吗 行了 玥玥 你别在这儿掺和了 你们啊都以为我是孩子 什么都不懂 其实我都明白 你一写作业就不明白了 你一写作业就不明白了 凡是跟文化艺术沾边的买卖我都干 比如说啊 我签约了六十五位画家 投资了模特学校 鉴定古玩字画 收藏明清家具 影视策划宣传 广告片诚挚 演员经济 你等等 等等 你懒这么多项目 忙得过来吗 所以啊 这不才把你给请来了吗 那我在公司具体干什么呀 现在不叫公司 叫公社 觉悟文化艺术公社 有点回忆过去的味道吧 行 你我以后啊 都是这公社的政府社长啊 行了 你说这么多 我具体干什么 只要能挣钱 什么都干 从明天开始起啊 你可就走马上任了 不过啊 我可以说一句话 钱难挣 使难吃 啊 你啊 要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啊 宋总 咱这公社 是不是就咱俩人啊 哎 我来吧 你都开了夜的车了 休息一下 没事 那咱们一块儿开 行 强子啊 我真是没想到 这么快你就把驾照给拿下来了 其实啊 学开车并不难 难就难得那交回考试 必须得死记应备 无数万真是热心 帮了我不少忙 算是过关了 这两天啊 她又带着我熟悉了一下附近的路 我现在已经能一个人订班了 你妈知道你这儿的情况吗 我跟她说了 她让我谢谢你了 那三万块钱 她让我一定还给你 那不着急 这房子住得怎么样 挺好的 舅啊 你别擦了 我该交班了 无数晚等着我 好 那你去吧 吃早饭吗 吃过了 我就一早就来了 陪我吃着早饭 还刷着车 强子 她是你亲舅吗 是任的舅舅 这就对了 你妈姓于 她姓张 肯定不是一家人啊 她能这么对你 真算是个好人了 怎么了你 有点儿困了 你也别老上夜班了 改名咱俩换了 老这样身体受不了 这样吧 一人一周 不是我 我年轻 没事 行 赶紧歇着吧 礼拜六下午你是怎么安排的 不是说好了吗 带岳岳到书店去 买她的高考复习资料吗 那你可得抓紧点 完了以后我还带她上钢金课呢 小明啊 你那是栏目的事 我那是报纸改版的事 咱们俩时间都那么紧 再说了 岳岳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 练琴的事 是不是先停一停啊 那可不行 高考的时候特长生是可以加分的 我还想找个好点的老师 再给她加加班呢 那样考重点大学才有可能 我是怕她负担太重 她是精力过剩 你只要不看着她的 不是看那事就玩电脑 玩心太重 哪有孩子不贪玩的 老这么玩怎么行啊 您的事就是我们的需求 用心满足您的需求 请上八项服务承诺 追求服务 追求服务 行政界诚信服务 钢琴 钢琴到货了 成长的造成 大家好 那行 我尽快提货 好 谢谢你啊小潇 好 再见 钢琴要拉来了 老师就可以到家里来上课了 这样可以节约时间 我看月月平时也不太喜欢练琴 老想跟她小舅妈学跳舞 要不钢琴咱们先不买了 婚都离了 李小冬也不是小舅妈了 跟谁学跳舞啊 好 你要干吗 妹妹 手机叫我用人 你走开 你进不进 放手 抓着忙了 抓着忙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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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着忙了 抓着忙了 快 他叫我手机 放手 你没事吧 以后别自己走这条路了 快回家吧 我送你吧 谢谢你 谢谢你 志同 你来一下 怎么了 我那三万元的活鸡存折呢 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还是把她借人了 是不是 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钱是专门留给月月买钢琴的 那现在货都到了你说怎么办 咱们家不是还有啊 那是留着交房子啊你借款的 我跟你解释一下可以吗 我只是帮朋友愿忙 对不起 我以后 什么叫对不起啊 什么样的朋友至于你还瞒着我 妈 月月 你怎么了 我 我差点被人抢了 什么 多亏一个开出租车的师傅救了我 还送我回来 那她现在人呢 她已经走了 应该谢谢人家 我书包拉师傅车上了 这怎么办啊 书包丢了就糟了 复习资料全在里头呢 别着急 那师傅是个好人 他不会要你书包的 只要不被别的乘客捡了 就不会有问题 你记住车牌号码了吗 那师傅长什么模样 多高个穿什么衣服 你记得吗 一米八左右的个子 脸有点方 又有点圆 穿一件米色的夹克衫 行了 别想了 她如果发现了 一定会送回来的 你就不该这么想问题 东西倒是不值钱 关键现在急着用 要不咱们爱个出租公司打电话 谁啊 谁啊 就 我 我是来送书包的 太谢谢你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师傅 谁 人呢 他怎么走了 你怎么也不让他进来坐坐呀 那我去追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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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不干了 强子 你就给我来过电话 说想见你 让我告诉你一声 我不想见他 强子 强子 你救他怎么得罪你了 你不想见他 为你安前马后地跑 还给你电钱找事做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事 你是他带来的人 就是走 你也得让他把你带走 况且我们之间还有合同呢 你好好想想吧 吴师傅 我心里委屈 你说这人 怎么就变得这么快 你把这前因后果都跟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 一个小女孩把书包落我车上了 我好心把书包给她还回去 没想到她爸就是我舅 那你应该高兴哪 奇怪的是 我舅对我很冷淡 就像不认识我一样 怎么会呢 我一来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说过了 没事不要到舅舅家里去 不能给他添麻烦 我想 他可能有自己的苦衷吧 我还是想把那三万块钱押金还给他 我就回南山了 翔总 你能把心里话告诉我吗 他不是我舅人 他不是我舅人 我怀疑 他就是我爸 如果是这样 他应该对你负责任 我妈这辈子 是太委屈了 太辛苦了 那你就更不该走了 你把事跟他说清楚 怕什么 好 强子 昨天晚上让你不开心了 我没想到你突然到家来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我以后不会去了 你放心吧 这个钱您收下吧 这是干什么 你怎么还把这个钱老放在身上 我妈说了 不能花你的钱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是押金 到时候人家会如数还给我的 那也不合适 妈说 谁家都有难处 你妈这个人还那么较真 我要是不送来 她会生气的 您就收下吧 免得她在那儿每天牵挂着 有事打我手机 知道 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 小敏 你过来一下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 人家把三万块钱还回来了 明天你去把情提回来吧 那人家没说我什么吧 其实人家也只是周转一下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我小气丢你人了 我可没这么说 你心里就这么想的 你要这么想 那我也没办法 看你这一脸这不高兴 不是跟你说过吗 也不是我不愿意借给人家这个钱 关键是不敢是家里有急用吗 况且了 这么一大笔钱 你到底借谁了也没跟我说清楚 我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我借给了一个朋友 是啊 你到底见哪个朋友了 你也没说清楚啊 我总不能事事都向你汇报了 志同怎么这么忙啊 星期天都不休息 是不是这次报社人事变动 对他有压力啊 他在副总编这个位置上 已经干了好多年了 如果还原地不动的话 人家会说他没能力 你要多关心关心他 在事业上助他一把 您就别瞎操心了 老婆 妈妈昨天还跟爸爸吵架了呢 没有这事 你竟胡说 我怎么胡说了 本来就是嘛 还不承认 你怎么又看上电视了 今天就别难为他了 偶尔放松一下 也没什么不好 那就别惯着他了 叶叶 快上楼上外公子看书去 快 小米 跟妈说实话 怎么回事啊 志同 她背着我把家里给月月 买钢琴的三万块钱 借给了一个朋友 她借钱帮助朋友 这我也没意见 可这钱借给谁了 她干什么用都不跟我说清楚 一个家庭总不能个行其事嘛 志同啊 还是个老实人 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劝妈的时候 怎么那么明白呀 妈你也不了解情况 就向着她说话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忘了告诉你 苏琴那天走 我去送她 车开了 我发现 小冬也来了 我看她的心情啊 也不好受 看来这离婚啊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不是把手续一半就完事了 这感情的事 太复杂了 一大大 二大大 三 四 走 一大大大 二 一大大 二大大 三 四 一大大 二大大 三 停住 两只手集中一点 好 还原 好了咱们今天先练到这儿 老薰辛苦了 老薰再见 小冬啊 这外边的空气真好 咱俩出去散散步吧 完了我请你吃饭 晚上再一起看电影 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一会儿得有点事去到苏琴家 你们俩不是离婚了吗 还有些事没办完呢 那我先走了 好 老李 你怎么来了 月月 外公外婆在家吗 他们在午休呢 那 谁呀月月 小冬啊 快进来吧 快进屋 对了 这是苏琴的信寄到我那儿的 麻烦你转给他吧 行 谢谢你啊 哦 还有 我想让苏琴尽快地把户口从我那儿牵出去 免得这样那样的事挺麻烦的 好的我告诉他 他要是给家里打电话 先跟他打上招呼 坐会儿吧 不了 那我先走了 再见啊 再见 谁呀 谁呀 苏敏 刚才谁来了 小冬 他想让苏琴把户口牵出来 让家里转告他一下 你怎么不留他坐一会儿啊 留了 人家不愿意坐我有什么办法 小冬这孩子就是个性太强 事实都要占上风 其实 心眼不坏 这小冬转掉苏琴的信 没想到啊 你还这么勤快 你还真别说 这屋子让你这么一收拾啊 还真有点艺术气氛 我都不想走了 你不想走正好 我正打算回去一个 你这刚来几天你就闹着要回去 家里来电话 说我前妻啊 希望我把户口从他那儿牵走 离婚的时候干嘛 不把事情都了清楚了吧 这办离婚证是在民政局 牵户口是在公安局 这不是麻烦吗 你又催着我来 走得匆忙没来急办 要不说啊干脆 你让家里人帮你办得了 算了 还是我回去一趟 来回也没几天时间 你小子 是又放不下你前妻了吧 离都离了 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别看你说的那么潇洒 那你干嘛这么着急麻花的我会赶啊 再说了 人都到北京了 那户货本搁在兜里还有什么用啊 这户口啊 是一个家庭的证据 人家不希望我拖着不办 再说这也都离了 早点办了也好 我也想啊 断得干净的 你小子别跟我这嘴硬了 我毕竟是过来的人 行了 速去速回吧 嗯 正好啊 有一单生意啊 等着你回来办 有一家汽车经销公司 他想找咱们呢 给他拍一个汽车促销广告 你在路上啊 也琢磨琢磨 搞一个策划文案 应该没问题吧 让我想想 清除工作 奥妙三重夺利功效 很多朋友在制作肉类菜肴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嫩肉粉 可是您知道如何安全地使用嫩肉粉吗 普通的西红柿也能变得非同寻常 厨堂高手会教您制作纯天然的美味 喂 你好 是我 陈康 有事吗 我 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吧 算了 我看咱们还是见面谈吧 明天晚上八点 在江边 我等你 不见不散 同志 撞上了 老局长啊 这么巧在这碰上您了啊 您别起来 您坐您坐 您坐 我呀正有事跟您说呢 您坐您坐 我呀正有事跟您说呢 我听说您儿子苏廷离了 离得好啊 这李小冬啊 就不是个正经人 刚离多久 现在跟外边又搞上了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 对对对 怎么说呀 她过去也是您儿媳妇是吧 我都替她丢人 老局长 我听说 她现在跟一个副局长搞上了 就这副局长 过去在场面上特别严谨 善于做各种类型的报告 现在让这李小冬给搞的 做报告忘词 话都说不明白 弄得下边是哄堂大笑 说现在还经常不回家 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这些话听了也就听了 传来传去的有意思 我是替李小冬着急啊 一个女人这样下去 将来怎么再嫁人呢 何边姐 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 走 操心哪 等成了驴肝费 算我多余吧 陈涛 你到多久了 十来分钟吧 约你来 是想跟你谈点事情 我听说了一些 关于你的传闻 我不想听 你先别一口回绝我了 我又不是个爱传闲话的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不想让我自己心烦 我知道 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肯定会被人议论 从古到今都是这样 不说话 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是怕你受不了 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